大家好,我是佳哥 武汉已经放开快一个星期了 这放开一个多样期之后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当然是大街上的人是越来越多 各大商场超市的人都是越来越多 开市场的人呢 那就是更多了 可以说是人满为患 放开解封呢 对于武汉来说当然是一个好事 但是放开钱呢 如果一旦感染的话 是国家帮你免费治疗 放开之后呢 如果你感染之后 你的自己去医院花钱治疗 就连现在的核酸检测也都开始收费了 在放开之前呢 所有的核酸检测都是免费进行的 现在解封放开了 作为武汉人来说 他们后悔吗 我们来看看很多网友是怎么说的 有一部分网友就认为呢 很多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成天瞎嚷嚷 放开后将过不了多久 很多人都容易被感染 而且呢核酸自费 去医院就医呢需要自费 买药防疫等等都是需要自费 一旦染上新冠困在家里 不仅仅所有的费用需要自费 还要担惊受怕 能否保住目前的工作 至于结果怎么样 咱们只有等着看吧 另外一部分网友就认为啊 武汉解封放开后啊 你可以不放开呀 你可以不用来武汉呀 你在家自己自我隔离就好了 穿上防务服 戴上N95口罩 哪也别去 现在的感染呢 基本上都是轻症 根本不需要上医院 在家吃点药 喝点水 多休息休息 就可以自愈了 我看到有一个网友这么总结啊 他说其实对待这个问题啊 我们大家应该理性的看待 现在的病毒啊 确实减弱了很多 我们才敢放开 而且放开啊 并不等于放松 之前呢 没有放开的时候 总有一群人在那里 嘲嘲着要放开 现在放开了 那些嘲嘲放开的人 你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最后啊 不管怎么样 我们得把自己的健康 放在第一位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就像张文宏医生说的 出门了 佩戴好口罩 不去人员密集 人山人海的地方 像乘坐电梯啊 用牙签来按按钮 回家之前呢 不摸口鼻 第一时间洗手 基本上99%的人 都没有什么问题 不要给自己和别人添乱就行了 对此呢 各位朋友 大家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留言讨讨论